作为现今最为强大的空中核打击平台 战略轰炸机一直都是各国争先研究的重点 今天就为各位带来六款现役空中战略轰炸机 新来的观众不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 订阅加关注永远不迷路 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TOP6 图95轰炸机 该型轰炸机是前苏联时期的一款远程战略轰炸机 以图95MS型为例 整体机长为49米 一展50米 空重90到94.5吨 最大起飞重量190吨 极限平飞速度为0.7马赫 最远航程可以达11000公里 改装过后的图95MS型与以往的图95轰炸机不同 新改的机型取消了其他熊市的腋下机炮塔座 后机身观察桩及部分电子对抗和电电监视天线整流罩 最早是在1984年形成了初步作战能力 现在服役的图95轰炸机有56架 其中43架为图95MS型 此型号虽然以图142为基础 但是仍然应用了图95的大型机内武器舱和武器系统 在机身外观方面图95MS型看着更加简洁 机体配置了新型的电子对抗电电监视装置 不过从外形看的垂直尾翼上部稍有膨胀 可能是装有新型的电子设备的接收机 而且该型的机头雷达罩更大更长 垂尾肩部有一个小型的整流罩 由于去掉了后机身下部的炮塔 使得MS型能够携带10枚AS-15远程巡航导弹 后在90年代由AS-19巡航导弹代替 这10枚导弹中6枚挂在弹舱内的旋转发射架上 另外4枚挂在两侧一根的挂架上 TOP5 图22M轰炸机 此型轰炸机又名逆火 是前苏联一型超音速远程战略轰炸机 以图22M3型为例 整体机长42.4米 翼展34.28米 空重58吨 最大起飞重量126吨 极限飞行速度为2.33马赫 最远航程12000公里 虽然名义上是由图22改进的 但是实际上图22M完全是一架全新设计的轰炸机 现今一共有62架图22M仍在服役 在机体结构方面 新型的图22M3采用了全新设计的机笔和雷达罩 活动机翼部分 最大后掠角可以达到65度 进气道外形也和前线的型号不同 采用了和米格25类似的楔形进气道 其航电系统更是一改以往苏联飞机的风格 使其大大提高了图22M3的自动化程度 而其动力装置也换装为了全新的NK25型发动机 拥有更小的油耗 同时还增强了机体动力 机尾发动机喷口上方的护尾航炮 更换为了GSH-23双管机炮 并安装了新的列尼涅兹PNAD雷达和NK45导航攻击系统 可以在内旋转发射架上挂载6枚KH-15 摊杆空对地巡航导弹 而在进气道下方的挂架改进之后 能够挂载新型的K-16王鱼空对地导弹 Top4 B-52轰炸机 此型轰炸机是美国于上世纪50年代 所研发的一型远程战略轰炸机 发展到现今已经有了B-52A B C D E F G H等八种型号 以B-52H型为例 整体机长为48.5米 翼展56.4米 空重83.2吨 最大起飞重量220吨 极限飞行速度可以达到0.81马赫 最远航程为16200公里 截止到1962年停产 总共生产了744架 现今仍有76架B-52在服役 而作为B-52轰炸机最新型号的B-52H型 最早是在1961年装备美军的 动力系统是换装为了普惠公司的TF-33P-3 涡扇发动机 使得航程增加了10%到15% 后来在2021年9月 美国空军又与罗罗公司签订了一单26亿的合同 将为现役的B-52H轰炸机 换装F-130发动机 使其服役年限延长到2050年 而在武器搭载方面 B-52H在1982年 改装了携带通用战略武器的旋转发射架后 每个发射架能够携带8枚AGM-86B导弹 此外还能携带SRAM导弹 以及先进的巡航导弹和核炸弹 后来在1993年又进行了改装 使其可以携带16枚鱼叉反舰导弹 或者6枚AGM-142A空地导弹 或者是12个联合直接攻击武器 TOP3 B-1轰炸机 该型轰炸机为美国一型超音速 变后掠翼远程战略轰炸机 以B-1基础型为例 整体机长44.5米 驿展41.8米 空重87.1吨 最大起飞重量216.4吨 极限飞行速度是1.25马赫 最远航程12000公里 下面我们主要介绍 B-1B型空炸机 在机体结构方面 B-1B的结构核心是机翼成立组件 几乎全部由6AI 4V钛核心制造 而机翼则为双翼梁结构 采用传统铝合金制造 结构内部密封作为油箱使用 在动力方面 B-1B配置有四台带加力的 F101GE-102涡扇发动机 每台最大推理约为7711公斤 其尾喷口有12片 被称为火机羽毛的整流片 在武器搭载方面 B-1B有三个弹舱 一个在主起落架舱后的后机身 紧邻发动机舱 其余两个在主起落架舱前方的前机身 而B-1B的后弹舱 维持了在5.49米的长度 两个前弹舱 可以在挂载AGM-86B时连为一体 平时仍通过一个隔板 隔成两个弹舱 虽然理论上B-1B可以安装外置武器挂架 并且每个弹舱舱门外侧 可以安装一对双连挂架 另外在中部弹舱挂架外侧 还可以安装一对单挂架 加起来 共可以外挂14件战略武器 但是B-1B挂架却很少使用 TOP2图160轰炸机 该款轰炸机是前苏联一型超音速 变后掠翼远程战略轰炸机 以基础型为例 整机机长是54.1米 翼展55.7米 空重118吨 最大起飞重量275吨 极限飞行速度是2.02马克 最远航程16000公里 现在俄罗斯正在服役的 TOP160为16架 在动力系统方面 TOP160的机翼下 装载由四台库兹涅佐夫 NK321加利涡闪发动机 单台最大推力为137.3000牛 分别并列安装在靠近机身的两翼下 其航电系统则是安装有 其背的火控导航系统 以及能够在远距离预先发现地面 和海上目标的预警雷达 此外还安装了光电瞄准距 地形跟踪系统 再加上主动被动的电子对抗系统 和空中加油系统等 虽然图160的机翼平面形状 是从逆火演变而来的 但是它的机身 却比逆火更加细长 而且还拥有着更大的 异内燃流容量 机体搭载有两个武器舱 可以容纳一个旋转发射架 可以挂载6枚AS-15 撑杆亚音速空射巡航导弹 或者携带常规炸弹 巡航导弹 短距攻击导弹 鱼雷 以及核弹等多种武器 就在2020年2月 俄罗斯国防部公布了升级款的 图160M型战略轰炸机的首飞视频 Top1 B2轰炸机 该款轰炸机是由诺斯罗普和波音公司 联合麻生理工学院所研制的 为美国一行执行 战略和常规打击任务的 低可侦测性飞翼式轰炸机 整体机长21米 翼展52.4米 空重71.7吨 最大起飞重量 170.6吨 极限飞行速度可以达0.95马赫 最远航程为11100公里 当时美军总共生产了21架B2轰炸机 现在仍有20架B2轰炸机在服役 在机体结构方面 B2的设计是一个纯粹的飞翼 没有垂尾或者方向度 从正上方看 B2就像是一个大尺寸的飞去来气 机体在中间部位 凸起以容纳座舱 弹舱和电子设备 锯齿状进气口安装在飞翼背部 采用了四台 GEF118-110飞加力涡扇发动机 每台定额净推力为8618公斤 由于B2肥厚的飞翼结构 使其可以把发动机深深的埋在飞翼内 在正常飞行中 两侧的减速板 方向度都处于5度的张开位置 可以起到减速和转向的作用 而在搭载武器方面 B2轰炸机的两个旋转弹架 能够携带16枚AGM-129型巡航导弹 也可以换装为16枚MK-84型普通炸弹 或者80枚MK-82型或者36枚CBU-87型极速炸弹 在挂载新型的TSSM远程攻击弹药时 载弹量可以达到16枚 那么使用核武器时 可以携带16枚B63型核炸弹 那么大家认为改进后的 图160M性能如何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讨论讨论 如果各位有什么想看的系列 也可以发在评论区内 我们会尽快将其安排成认证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想了解更多 记得点个关注下期视频 不见不散